我吃这个 上铁鱼 怎么面的 我吃这个 上铁鱼肉 我吃这个 上铁鱼肉 上铁鱼肉 你这店开多少时间了 刚开 这买套设备 这设备多少钱买的 两万多呢 房租呢 房租一年三万多 哎 这投入也不小啊 那之前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 之前干过吗 一直干这个了 那轻车熟路啊 还忙就是轻轻熟路 学康干不起劲 是呆的没事的 多大岁数了 六十了 哎呀嘛 你这岁数一半都毕丘了 还创业呢 我早醉了 那不过呢 就算投入挣了钱吧 这是全自动的机器吗 大叔 对 搭计了之前在市场上掉了什么 老刘子还没事 老刘子 调查是调查过的 但我父亲 原来我父亲就干了 之前大爷 你不懂你也认不了 那对 那不知道 大爷之前谈监运了 对 原来我家清明年墓 就他那时候 谈监运了 那时候谈我爸 我爸谈监运了 到我上海 四处岸 重庆 嗯 反正这个 你这也算是家族之前干的这个事 对 大爷那时候干的 跟现在也不一样 那是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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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 他就不挖了 也挺累的 他说挖了 他说不挖了 对 嗯 你自己在这忙着忙着的 那我大四处三处 嗯 嗯 嗯 是厉害的 累他累不了 他那面吧 反正电幕都是拉的 嗯 原来那么累他那天呢 哼 奔他嘛 嗯 完了 拉部分高耳拉 嗯 拉不累死他说 现在要没有这个先进工工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挺先进的 一句话 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卖吗 就是开门卖卖 我就在坐着卖 坐着卖 对 把一天就是少摊到 不过卖就多摊到 就是这么无聊 自己掌握好料性 对 出版社市场卖的 能偏短后 觉得你在出版社市场卖的 在街面他有个坏事 你可一月都不坏 街面可一个月都不坏 里面放添加剂了 放上间鸡 一点都没有啥味的 没有添加剂走下去 就不坏 那呗 他不想把你弄上的 我吃一条饼的 包粉面 包粉面 对 包粉面放啥的 放糖 黄豆啊 汤间鸡还放黄豆是吗 放黄豆是吗 我看他们还有白色的这个间鸡 还是大米的 我跟你说 现在是街门口 他们都不喝我的药 嗯 还没弹 还没弹 好 我吃你这个吧 嗯 味道还行 但是现在一上场呢 就是有一点好碎 我觉得 干吧 那是干了 那是干了 干了 对 是水上找的 对 水跟药 吃完你吃 你看这个靠边这个都 都酥了 吃完你说药干就干 说湿就湿 湿 湿 所以你啊 正常来讲 你这个干你不合适 不合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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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多放水压盛啊 对 但是啥呢 必须保持这个煎灭口感的天气 但你这个煎灭明显就会得到 对 所以转中 你要转通转上 你看这有蛇子 对不对 我也认我去 我准备摊煎盒子 煎灭盒子 对 放馅儿去 那 放啥呀 放酒菜 酒和鸡蛋的 嗯 小麻椒鸡蛋的 嗯 肉馅小麻椒的 啥不能放 那你属于新加坟 在这个鲜汤 汤了以后 把肉馅打过来扫 就再熬热的脂肪 还一叠 叠完以后 那你吃起来吧 最好吃 嗯 我我从来没 二杯这个都没见过 那么多 那么多 他他 我也没弄我 我都没那么吃过 煎鸡肉盒 从来都没见到 没有是不是 没有 他你好 到这儿有一家卖煎灭 卖的可好可好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说我知道 我咋不知道 卖的可好 他已经卖了 我已经卖了 三年了 他差不多了就 嗯 得有三千了 因为我卖货都卖三千 是不是啊 嗯 我感觉 他弄完 全是回头吃还是 对 早吃八点卖三千 六点你卖煤了 你好好演变 你这个行 这个玩意儿行 一百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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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亿化都不够卖 最小的 这咋 掌握就说 一百多亿 这屋不大 这屋不能有三十多平 对 葡萄酥饭呗 咋要弄里咋 三十五千 这以前这屋是看啥的 以前这屋是 麻辣烫 啊 我讲以前这屋麻辣烫那屋 对 大把麻辣烫不光了 对 他就能把那 这样去掌握一下 掌握了 那他租的时候 多么便宜 出了贵 他出去 嗯 最后想要不光了 就拍掌握呢 这三年 那咱们到早这儿 啊 这都是那个烧这个煤气罐的 对 我以前 嗯 干春饼的时候 我自己开我厂 我那是对二手的机器 我那个机器是啥呢 是烧烧不了这煤气罐 烧死那个动力电 说这个话 春饼 也不如来 原来春饼 原来春饼 原来春饼呢 你想满嘴香 以前的春饼是咋的 全手工的 对 你现在这全是机器 全是机器官 你机器你做的再好 他没有手工的那么好吃 对 这是肯定的 对 包括现在煎门 都都 没有手工的是不是 原来也好吃 再说还有一点原因啥 以前嘛 老百姓嘛 生活都困的 吃不吃啥啥好的 是 你知道吗 你看现在 你说这老百姓现在 想吃啥就吃啥 口味也高了 是不是 原来春饼都不好 吃的心情不一样 原来春饼都好吃 现在都管不吃了 你在研究完就那个大米面的煎饼 大米面 大米面 费事 我就先费事 我已经他往那省事儿得了 实际啥的母团 你像那个大米的高兰米的 都能 做啥的母团 是吧 你犯不上 他太累 你这个 你这个岁数吧 就是咋的呢 我建议你就是 保重身体的前提下呢 能挣哪就挣哪 哎 挣不了呢 我就是意思 对有个营生 哎呀 就是意思 一点不行 我爸我妈是的 待不住 我爸都六十多了 六十七了 也待不住 害人就干啥呢 你家里面 赵东呢 虚拯 pain 那时候 那时候 兵性人用书钱 我大手 你清 你那啥呀 哎呦我天 虚四百万 太平洋开梁区域 那时候 虚四百万大叔 那你晴什么 大叔身上个人是有故事的人 见地 这次到我妹不认识 太平洋一次 隔千元一晚 那时候 玩的大呀 我们吞来酒 哎呦我天 我们大不了 那是 要不能造成基本样 到了书里 分文都没有了 吃饭都成问题 最后老爹又给一个机会 我干起来 今年这二百多万 你做什么那时候 管道司工 一般瞧不起 挣钱 最挣钱 就干了几年 你现在就是不干了呗 岁数大了 就到底行 多了 大不大 那时候开门市吗 开门市 改那个 冰洋玉米后 后的楼 哦 那 一天这么多 一万两万能玩去 日本 那么挣钱 那你是啥 那东西那么挣钱 黑马 所以现在都开花了 现在 太多了 那 下边是说 就是 哎 就是 你一提头 拖下嘴 你提嘴了 一般的味道 下边是全干的 煎饼卷啥啥啥味 啥都能捏 跟他春饼类似的 大叔煎饼卖八块钱一斤 小米面 包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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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煎饼店是在我家附近啊 朋友们 大叔新开的新租的一个门市 然后摊煎饼 其实这个方向呢也挺好 我家这趟街呢还真没有摊煎饼的店 哈尔滨这样的摊煎饼店的也很少 都是好像是都是在外面市场卖煎饼的多 啊 但是这个煎饼的口感呢大叔可能是还在就是实践当中 吃着味道不错可能就是这个对水比例没掌握好有点干啊 通过聊天在大叔上 呃大叔的这个人生经历也非常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 然后也感觉吧挺不容易的挺心酸的60岁了是吧 好多年轻人现在都不知道干什么 你看大叔正月初三去正月十字回来直接把机器干回来了啊 房子租完机器干回来投资也不是少数软 6万块钱呢 现在对咱们老百姓说对挣6万块钱多难呢是不是啊 哎呀祝福大夫大叔好运吧啊 这个见面这个东西是个辛苦的东西啊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支持 拜拜朋友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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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